陈亚新资料图 认定陈亚新受贿共计人民币256万元,港币20万元,以受贿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陈亚新1963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文化程度硕士研究生,曾担任广州市市政员邻居副局长,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2017年1月退休,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至2016年,陈亚新在担任广州市市政员邻居副局长,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和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职务影响力,为贸民是新能贸易有限公司, 等6家单位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单位及相关人员会送的财务,共计人民币256万元,港币20万元,均据为己有。 其中的一宗受惠事实发生在2010年,当时,陈亚新担任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法院认定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广州市通邦物流有限公司,提供为公开的招投标信息,并在工程款结算等方面提供帮助。 先后两次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另案处理会送的现金供人,民币100万元,王某在正言中说,2010年年初,陈亚新调任市建委副主任,他告诉王,为迎接广州亚运会,珠江两岸主要建筑物,需要做光亮装饰工程。 项目由市建委委托广州工电局路灯管理所招投标,并说他可以参加该项目,因自己的公司没有参加该类工程招投标和施工的资质。 陈亚新称该项目市建委以基本内定30多家,有资质施工企业当中的10余家,让他想办法挂靠这些企业参与招投标。 王某称,最终他通过广州通邦物流有限公司,并以某某二建的名义,挂靠一家公司中标,顺利施工验收,项目标的额4000多万元,后又追加工程款过千万元。 为了感谢陈亚新给予其上述项目信息以及在工程开展过程中帮他协调,于是分两次送给他100万元人民币。 陈亚新的供述,也佐证了相关细节,他说,当时王某的公司,没有参加该类工程招投标和施工的资质,他告诉王某该项目市建委以基本内定36家,有资质施工企业中的10余家,让他想办法挂靠这些企业参与投标。 最终王某按其要求挂号一家单位并顺利中标,在他的关照和帮助下,王某施工后,顺利通过验收并成功结算。 2017年8月,陈亚新在接受广州市纪委调查过程中,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为掌握的收受他人贿赂犯罪事实。 同年9月,广州市纪委以投案自首的方式,将陈亚新涉嫌受贿犯罪的线索,移交广州市检察院。 同年10月,广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陈亚新立案侦查并行事拘留。